OK 那我们继续讲模板和路由 这会儿其实和之前的页面 操录就是一样了 先看一下路由的设计 然后我们再看模板的代码 然后我们再去渲染页面 开发路由渲染页面和加载更多 就完事了 所以说关键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数据模型渐完之后 这个渲染页面需要的数据 该怎么去获取 这也是一个关键 其他的地方和之前的 其他页面都差不多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页面大家应该看了好多次了 那我们这次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发布微博这块 应该是之前又有了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下 我们这次关注的就是这个 微博列表会加载更多 这是我们这次要开发的 好 这个地方大家看 加载更多的API BLOG LODEMO 和PIT INDEX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地方全是首页嘛 首页肯定就是光自己的 这个地方不用管什么 有个内幕 有个运动的事情 然后微博列表呢 第一页列表我们肯定是后段渲染的 这个跟个人主页啊 这个什么广场页都是一样的 然后右侧 个人主页粉丝列表和关注列表 这个我们直接从个人信息 粉丝列表 关注列表 我们直接从个人主页那个地方 直接挪过来就可以了 完全是现成的东西 然后大家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的个人信息 这一块和个人主页不一样 个人主页这块有可能是 显示自己的信息 也有可能是显示其他人的信息 你访问其他人的个人主页 但是首页就不一样了 首页这个地方完全都是自己的信息 你访问首页怎么可能 再怎么变换 它也不可能显示其他人的信息 对 首页就是你自己 OK 那我们就 先去看一下这个模板吧 然后模板呢 我在首页里面加了一点东西 就是之前首页 我们只有一个输入框 对吧 那我加了个什么呢 加了一个就是右侧 之前首页的右侧是空的 那我加了一个个人信息 粉丝列表和关注列表 这几个呢 和首页的都是完全一样的 我直接就挪过来了 完全一样的 有一点点区别就在于 这个asme和mifollow的 这个地方直接生成true和false 因为我们说过 在首页里面 这个根本信息只能是自己的 所以说asme肯定是true 这个没问题 mifollow的 自己关注自己呢 肯定没关注 这个false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后端判断 然后这个add count的 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用 所以继续注视就行了 所以除了这两个点之外呢 这两个点直接传出和boss之外呢 其他的地方 全是和个人主页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也直接挪过来的 那这反而更简单了 对吧 不需要后端计算了 那同理 我们挪过来这些数据 像一个data这些数据 我们也需要后端去计算一下 所以说 后端在这个首页路由里面 我也加了这两个东西 然后这个获取粉丝列表 以及获取关注人列表 还有最后这个返回 和我们这个profile 这个路由里面 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再一行一行 手写了 非常简单 大家一看就明白 前提是你之前学会了 之前学不会的话 再给你看三个 你也看不懂 反正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用了 然后这个地方传入的信息 比如说infer infer就直接传入 session里面的信息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可以简写对吧 我们可以简写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启动看一下 好 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 李四这里面 我现在点这个首页 就是进一首页 对吧 现在登录的是李四 比如说前面是个人信息 完全是自己的个人信息 不可能有其他人的 然后粉丝和关注人 这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再登一下 张三的 我们看一下 因为你首页 你千万不多人 只能千万登录用户 对吧 你不可能看到其他人的首页 张三里面就是粉丝就显得 关注人也没有 OK 那这就是我们 这个模板的东西 然后 继续 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输入框下面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还空着呢 然后这个地方呢 差点前顿的模板 所以我们也不会收起 我们直接把我们信息的代码 考过来 我们考过来之后 我们再看 好 大家看 微博列表 这块的东西 和我们之前做个人主页 和做那个 广场业 就个人主页 做广场业 又是完全是一样的 像暂无数据 Blogdata 这个很熟悉了吧 什么 It's Empty Bloglist 你这个PateSense PateIndex 还有什么Count 之类的 以及用的LoadMal 这个中间件和Bloglist 中间件 也是我们之前就用过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保存一下 我先停一下 好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 通过接口 把这个Blogdata 给它获取出来 比如说我们 从后端怎么去 把这个手艺的数据 获取出来 并且渲染到前端来 这是我们应该 考虑的一个事情 对吧 也就是说 这是本章最难的 一个事情 那这样的话 这个模板就建完了 建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把 就是后端 在这个Blogs 这个路由里面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数据 给它弄过来 比如说我们 接下来这样做的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三表查询 怎么去写 我们知道 这也有点 核心 然后